它这个表,感觉它的温度和实际的温度不一样 这个位置基本上是它的出水温度 出水温度现在已经烫熟了 烫熟绝对不只是42度 真烫熟啊,兄弟们 Hello,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拉 现在是早上已经是9点了,起的有点晚啊 然后,这个车昨天我说拍期 17的视频 现在咱把鸡盖打,哇,真的好脏啊 这时候耳灰,耳灵火了 然后,哎,该说不说 该说不说,脑子挺疼啊 防风液好像加的多了 穿出不了少了 防风液加多了 试一下啊,现在 防风机表面也就是五六度的温度 现在咱们开机试一下 这个待会儿还没粘呢,待会儿给它粘着 按这个开机 我没有接APP,待会儿接APP试试 好,已经开机了 这个机器在启动的时候,造型还是不小的 声音挺大 现在先看看它怎么样 机器在启动 咱们主要是看一看它需要多长时间把这个水温预热到,预热到七八十度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噪音啊,还有取暖效果怎么样 暖缝就不用试了,暖缝只要水温上了,暖缝肯定会热的 昨天咱们也试了这个 现在水温已经工作了 啊,水温已经工作了 现在机器在预热,还没有点火 然后,昨天有个朋友给我留言说,这块要注意做防护 其实我这个做的是最合理,最结实的一个取油方式了 没有额外在车上开额外的口,额外的头 所以这个挺好的 还有关于有的人说,排气桶的时候要做保温的事 做那个隔热的事,放心吧 我主要是用它来做鱼热,已经开始泵油了 开始上油了 好,颠火已经成了吧,颠火成功了,着火了 哎呀,没办法,老过车呀,当当当当当 我们吃的老过车呀 已经颠火成功了 咱们先看看它现在这个温度是多少 先看看现在钢电火机器温度是多少 现在16度已经,已经上温暖 18度,18度,19度,20度 哇,这上好快呀 22度 22度,现在是9点44 9点44 一会看看几分钟能上多少,22度 这块已经热了 这块已经热了 看看那场温度上是多少 30度,2分钟,2分钟上了8度 我估计,怎么着这个需要预热 也得再预热10分钟左右 时间短了,可能发动机 预热温度 不会那么高 这块已经很热了 回水管温度也上来了 这是从发动机回来的水 回水温度也上来了 已经很热了 现在手上摸这个发动机这个温度 大概应该是在 大概应该是在 4分钟左右 40 5-6度左右了 发动机这个位置 已经有45-6度了 感觉 有点像以前那个农用车 不好启动的时候 加热水往车 往发动机里边浇的感觉 米修 看你凉口子 我跟你说 米修现在我叫上车都不上了 不跟我走了 以前我一喊上车他跟我上车 现在喊上车 人家跑了 怕我带走 所以说以后就不要再跟我说 说带不带米修这事儿的 带不走了 你看着啊 米修来上车 上 上 妈呀 你不不上吗 米修说这样位置太 米修说这样位置太小了 完了下来了 以前不这样的 以前基本上车都不下了 坐也都不下了 现在有媳妇了 果然不一样啊 四十四 现在是四 现在是四 四十八 已经过了四分钟了啊 四分钟到四十二度 温升二十度了 二十一度了 你四十三度了 他这个表 感觉他的温度和实际的温度不一样 这个这个位置基本上是出水温度 出水温度现在已经烫熟了 烫熟绝对不只是四十二度 真烫熟啊 冷风挺热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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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冷风需要额外加根线 冷风耗熟了 现在是四十六度 呃 现在可能温度发低 大概预热五分钟左右 发动机温度已经基本上来了 但是要冬天我估计最少在十分钟 现在也就是说 现在我打车就啥问题都没有 发动机应该是热的 发动机已经是热的了 我摸到尴尬是热的了 从这块摸的是最直观的 发动机现在完全是热的了 就是可以现在把它关机了 咱们打火就是不用预热的那种打火 试试啊 把它关机吧 已经到五十度了 这个标显标显是五十度了 我把它关掉 启动 一百招 一百招 呃从这么看的话 这个预热基本上 只要在就是最冷的天 有十分钟预热 完全够用了 十分钟大概用油是 它的标称是半升油到0.6升 一小时 那么如果说是它是预热值 预热十分钟的话 它的油也就是 0.1升油 也就是说预热一次大概现在的油价 用负三十五的算 得八毛钱 预热一次要八毛钱 就是一块钱吧 一块钱能打车 就不用准备了 好了朋友们 有很多人给我留言说 我也是路风X8柴油版的 也有说说难过我这些车也是柴油车 现在我这只螃蟹已经吃完了 挺好吃的 你们也可以就是又想改的也想试试 但是呢基本上装这个 还有预热锅炉分几个地方 有的是我装那个位置 就是那个浮水箱下的 也有装的这个 光线杠底下的 基本上无外乎就这几个位置 就是在不耽误发动机 本来布局的位置来安装的 挺好用的 这样的话以后 主要是特别是东北的啊 在北方的 或者是西藏的一些朋友们 可以试一下 就是在这种极寒天气 用这个预热可以用 但是好像是用它来做这个 就是暖风啊 因为它使用寿命有限 尽量还是不用 但是用也行 在最冷的时候用它来取暖 也可以 我看温度上的也是蛮快的 到时候也可以试试 以后关于暖风以后 咱们慢慢的撤平 我需要改线 因为那个电 不一定不可能走原来 那个车上那个电 用那个电的话 车主电瓶耗没了 就完了 所以说这个都得接到负电瓶上 好了这期到这